女宇航员逃离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 可是整个世界却和她熟悉的样子再也不一样 她记得本来家里没有钢琴可是现在却有了 本来自己根本不会弹 可是当她的手放上去却如同着了魔一般情不自禁的弹奏 一曲终了她终于发现不对劲 问题就出在回来后医生给自己的药上面 于是趁着黑夜安娜再次回到宇航局 她要印证一些猜测 可是就在半路她却忽然看到了和好友争论的老白 不过安娜心中有重要事情要做并没有在这里耽搁 接着她走到实验仪器前把药物放进去 她是要通过血清素抑制剂测试分析这两种药物的成分 可是结果却让她眼神一顿 她第一个放入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显示是肾上腺素受体理期 接着她放入宇航局发放的所谓液酸和维生素的药物 结果却显示居然也是肾上腺素能受体理期 安娜顿时眼神争大不可置信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可是就在她要离开时却忽然碰到两个人 安娜顿时脚步一顿 可是奇异的是在那两个人的眼里 那个位置却并没有安娜 而安娜也想起什么再次返回 接着她直接打开电脑查询 国际太空站宇航员医疗记录 结果发现曾经的同事伊利亚发放的是维生素 而奥德利也是维生素 雅思也是维生素 唯独到了自己却显示是维生素B 她很不解 接着她想起老白那里的报纸上说 看到天使的宇航员阿曼达克兰因 于是再次点开阿曼达克兰因的资料 结果却发现她居然是维生素B 于是她点开原因检索 却发现正是因为阿曼达说自己在外太空看到了天使 安娜眼神顿时再次睁大 紧接着她开始浏览服用维生素B的宇航员名字 下一个是宇航员沙利的 结果却显示加拿大籍的沙利被控伪造新身份 然后试图谋杀前夫与其前夫的家人 安娜顿时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接着她再次发现一个服用维生素B的宇航员亨利卡德拉 那不就是老白吗 可就在她要点开资料查询时 当才那两个安保人员却直接走入 可是他们对面前的安娜似乎视若无睹 明明就在一个房间 可是安娜的话他们却根本听不到 于是安娜直接走到他们面前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穿越还是灵异事件 而接着惊魂未定的安娜 也来不及查看更多准备直接走人 可是下一刻在通道里 她再次看到老白和朋友说话 可是当她敲门 老白却似乎冲耳不闻 而在安娜看不到的屏幕上显示的 老白的谈话对象更是匪夷所思 接着安娜直接开口 却不料老白缓缓转头说 安娜顿时心中一寒就要离开 可是这时候的太空中 却似乎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离开的她 第二天同事安德烈却找到 正在对昨晚的事情发呆的安娜 她说有很多事情需要和安娜好好谈谈 安娜却疑惑地反问是什么意思 安德烈却说自己和以前一样 和她在一起的想法很是坚定 她希望在这边的合约完成后 能尽快和安娜一起离开宇航局 而后他们一起去星链工作 安娜正疑惑这是什么意思 安德烈却已经直接抓起安娜的手 安娜本能地躲开 安德烈却怀疑地说安娜是不是变了心 安娜表面毫无波澜 可是内心已经震惊不已 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而当晚安德烈更是不请自来 安德烈说安娜的这种情况不能放弃治疗 他们需要去个地方 不然安娜会很糟糕 丈夫却意识到什么反问安德烈会和安娜一起去吗 安德烈说可能会 可是丈夫马格斯接着问她和自己妻子有没有私情 没想到安德烈直接承认 马格斯却顿时嘴角都被气歪了 与此同时安娜走来 丈夫一转头生气地说安娜骗自己 安娜顿时意识到出事了 她连忙问安德烈说了什么 安德烈却说自己告诉了马格斯真相 懵逼的安娜只能懵逼地说自己不记得了 可这无疑再次刺激到了马格斯 而安娜也黑着脸说现在是下班时间 即使你是我的领导现在也不该出现在我家 可是安德烈却似乎很得意地说自己明天会找人事谈谈 而且自己很高兴不再需要隐藏关系了 说完她潇洒离去 安娜却马上和马格斯解释自己和她没有关系 丈夫马格斯却说自己不是傻瓜 安娜何其无辜 在她的记忆中确实没有这个事情 她说也许自己离开时候不是从这个家里离开的 可是马格斯却已经很生气地离去 这一刻安娜头都要炸了 下一刻 可是这一刻安娜看着掉落的磁带却意识到了什么 她俯身捡起信封却看到背面的自己 居然是丹麦海军天文台寄来的 她马上打开信封查看里面 却发现是又一个磁带和一封信 而信件却是给自己的 他们说听到了安娜在10月15号从太空站传来的声音 虽然录音音质模糊不清 可是他们还是打印出来并且把录音带一起寄给安娜 安娜却顿时大惊 10月15号 这怎么可能呢 接着安娜拿起录音机开始对照字迹收听里面的内容 第一句字迹是 俄罗斯控制中心这里是太空站 收到请回复 安娜打开录音 可是磁带里面赫然也传来模糊不清的声音 虽然不清晰 既可是安娜知道那分明就是自己的声音 这一刻她想起什么泪流满面 而紧接着是关于第二个磁带 这个磁带按照丹麦天文台的说法 这是1967年的11月23日录下 听起来外太空好像发生了意外导致一名女宇航员丧命 安娜连忙打开 果然下一刻她听到里面的虚弱女性声音 可是安娜却不知道 这一段声音却正好被走来的女儿丽丝听到 而听不懂的丽丝一转头刚要下楼 却震惊发现自家楼下居然满是宾客 这些人看起来都是妈妈的同事 可是没想到下一刻她竟然看到了自己 而随着视线转移她居然看到了妈妈的灵位 紧接着她看到了本来已经死去的老黑和转头的自己 可是没想到女儿居然被丈夫马格斯放入橱柜 而女儿还说自己喜欢待在这里 安娜连忙阻拦想拉丽丝出来 可是马格斯却说孩子很怕你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安娜只能生气地离去 可是很快马格斯居然再次找来 而她却是拜托安娜赶快开始吃药吧 安娜却一摆手说那些都是抗精神病的药 宇航局那些人给自己的居然和心理医生开的一样 这肯定是有人联合起来让自己服用 而他们要的很可能就是让自己无法证明 自己在外太空看到的事实 可是马格斯却根本不信 她马上拿出手机要联系宇航局 她说安德烈说的没错 安娜必须马上接受治疗 可是安娜却顿时失控的大吼 却不料意外忽然发生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调查邮轮死亡案件的 她的黑妹这边已经调出了另一个老白当晚的录像 可是屏幕中的画面却出现了大问题 那本来平静的画面上竟然出现了一圈圈的奇异涟漪